欢迎来到8月1日的娱乐小奶妈 因为7.3这个时间我就要开会和客户吃饭 所以就不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新闻 现在我们这个是录播的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小喇叭 喂 怎么样 真的辛苦你了 等了我这么久 辛苦 我们今天第一宗要分享的是什么新闻 我们不如每天都不要讲奥运 但还是要讲些花点 不能不讲 我想讲奥运由7月26日到8月11日 在这个时间其实电视机每天都是播着奥运奥运 如果我们不讲 有些人就问你为什么不讲 但如果我们讲的时候 有些人就问你为什么要讲 其实无论每一件事 讲和不讲 只要牵涉在电视播出的东西 理论上我们都应该是会讲的 所以 还有这些新闻都是出现在娱乐版的 如果是按入那些新闻的网站 一些APP 你按去娱乐 其实这些都是归纳娱乐版的 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些地方去找财 我们不讲就没什么好讲的 还有呢 我讲得很对的 有些人喜欢看有些人不喜欢看 好像有些人叫我 喂小喇叭扮多些声音 有些人就说你别扮声 听不到你说话 那我不可以 一张嘴不可以满足这么多人的要求 所以只能就 是的 我们自己随心去做 那如果你说我听不到我说话 那我尽量是讲得正点 清楚点 还有也想说回 最近有些新闻 有些人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讲 有些人又为什么我们不讲 讲不讲都视乎事情的发展 我觉得值得讲的就讲 不值得讲的 你真的不会见我讲的 是不是 那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有些更加重要的 我们要先讲的 有些次要点 讲不及讲的 那也没办法 是的 好 讲讲这个张家朗 张家朗 我们都说他 会不会 Vivian很匹配 和江文慧 但是人家原来有女朋友 有传媒 就揭露了她的女朋友出来 原来都是一个劍手 是一个法国人 很厉害 鬼魅 还要是这个劍击是法国来到文明的 就是法国去代表国家 所以也认识到一个法国的女劍手 为什么突然被人发现这个女朋友 原来她的女朋友 这个法国人 就在她自己的IG那里 出了帖 去恭贺张家朗 而张家朗 是有转发这个女孩 发出来的公贺的故事 所以大家都看到 哇 张家朗第一个 就是转发她的IG 那一定是 不止朋友那么简单 按进去看看 咦 那个女孩带出来的照片 虽然她是法国人 她也是劍手 但是她的指甲 是由了我们俱徽 支持张家朗 还有她带出了个工作证 工作人员的证件 就是奥运工作人员证件 那那张证件 就是香港发出来的 那背景也有张家朗的战衣 头盔 那她就说 今天是 就是个女孩打字 就说今天是最好的日子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 但是就不是作为一个劍手的身份 那其实这张的证 就是工作人员证 就是那些叫做 支持人员 就是支持支援人员 那她就是张家朗的支援人员 就说要这个法国的劍手来支援她 而且张家朗对手也是法国的劍手 那应该跟这个女孩 真的很密切的关系 除了是一个劍手 那她还是读支科的 那她们就是童年出生的 一样年龄 不 不 那女孩小的 张家朗 大约是五个月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还有 四年前 张家朗 和Vivian 分手之后 一直都是单身的 直到 两年前 就遇到 应该拍我多两年左右 这个女孩都一直陪伴张家朗 练劍 其实伴到共同嗜好 或者共同目标 我觉得 有一点点 是牵造地车 我自己觉得 还有 也替张家朗开心 为什么呢 就是 感觉上她是 赢得美人贵 是的 嗯 不知道大家 看到她们 她们这一对是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 就觉得 很顺眼 嗯 我觉得 作为一个运动员 有时候他们的生活 都挺 怎么说 挺孤独的 所以如果找回运动员的另一半 其实都应该是夹得来 因为你想想他们的生活 就是练习练习练习继 很多时星期六 可能都要回去操 如果另一半是喜欢去 就是放工之后喜欢去看电影去玩 还有喜欢吃东西 其实运动员的饮食都是很自律的 所以未必就是这么夹 如果跟普通打工仔 发拖就是这样 好了 继续讲讲另外一位的剑手 香港江文慧 我看到有报道 就说他披露了他的人工出来 因为这个记者翻查了 这个精英训练资助 这个精英甲级的甲级水平的 运动员可以每个月有多少钱 原来就会有四万四千五百元的资助 这个是人工来的 你不要以为他这么高人工 但是其实他的付出是这么多 不是每个人做到的 而且运动员的生涯是很短暂的 就是你现在每月有这个工资 但是去到可能四十岁五十岁 你已经就没得玩 没得成为这个精英甲级水平的运动员 那你电商没有这个资助 那到时候可能你要找其他出路 所以都未必是真的一个 就是你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收入 而江文卫呢 不过他本身家里也挺不用他负担的 就是挺好的环境 所以他呢 但是又这么说 他就算家里挺有钱的 他也不一定要拿出来 去贡献给大家的那些奖金 因为他就有六百万两个 但是他就很好 他真的非常之好 他是没想着自己负责的 他就想着是跟朋友分享 就是请人吃东西 分享 跟这些队友去分享 帮他的人分享 还有去建立一个慈善基金 帮小朋友去接触这个劍击运动 就是我觉得很伟大 我都代表香港的所有家长 多谢江文卫 就是以我理解 现在他这六百万 他就会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就是给一些的年轻运动员去申请 那你想想 江文卫自己也是一个运动员 由起步到现在 就是发光发热 他都知道 我们香港对运动员 其实就真的不是很好 但当然他就很买口乖 说我们对香港运动很好 但是事实上 有些运动员 就是可能他在他的项目 拿不到一些成绩的话 他们真的可能每个月只有七千元津贴 都未必有 那还原来有规定就是他们是不能做兼职的 也都不可以 很多东西是很多限制 因为我自己有些朋友 都是在香港的体员 住进去做运动员 其实这个情况和 怎么说呢 我不可以说坐牢了 但是他们那些限制是很多 甚至乎他们自己平时喝东西 拿着 譬如他想喝可乐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是拿着一些有品牌的东西 他们是一定不行的 有logo的东西 他们都不可以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看完他们都很清楚知道 有些运动员如果成功了之后 有些广告商就会找到 那他们就是很保护那些运动员 就是如果他已经成为了某一个品牌 或者某一些东西的代言人的话 其他东西是完全不能碰的 是真的这样 就是这个情况就好像变了一些天王巨星 是的 尤其是张家朗 像何思培这些 就是有奖牌的运动 他们的身份位置已经等同我们的天王天后级数 所以他们是有很多东西都更加受限制 那当然有人问 何思培那些下界奥运你还去不去马 其实他都不敢回答 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 去到某一个年纪就要退役 就不像折黑 是不是折黑 拿冠军那个好像是折黑 可以30岁都还可以下场游泳 你怎么想到他100米 那他已经是一个 就是 那些叫什么 就是已经是 人人都以为他运动生涯完结 原来他还可以下多成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那和现在 我们会见到 我们余下的赛事 都还有好几场 希望各位 就 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队 还有就是 我说回今天 江文慧就在法国回香港 那我们的洋局场 那就是 步步跟着 那给人的感觉就是 喂 香港其实还有运动员在法国那边 在比赛中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我自己会觉得 我们的局场给人的感觉 就真的是很波罗 不过就 什么波罗呢 波罗鸡 我自己觉得他作为局长 他应该在那边支持住 其他运动员才是 这个拿了奖就立即飞回来 继续昨天他拿了人手上的金牌 自己拿之外 今天他又是做这些摄势人 我就觉得 很不得体 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这样做是对的 但我自己觉得 他作为局长 应该 要明白 这些位置 这些时间 那个舞台 应该给运动员 就不太多 那你知道 在镜头前面 做摄势人 很讨厌的 是的 还有我们 还有很多 香港运动员 在比赛中 何思培 还有赛事 看到无线 甚至乎 坐在快艇 什么船 出海 去做 风帆 那个比赛的访问 还有彩访 是的 那局长不去 应该去坐艇 你见到 很老实说 今届的奥运 我发现 很丢本 相对其他两个电视台 那 无线就是赢了他 丢本 好了 那我们 还有没有奥运的东西要补充 没有 还有我想说 江文慧 家朗 那些 全部都有得 有获赠 这个一年 免费 搭 九巴 和龙运巴士 的 一个巴士的优惠 还有 可以有 这个巴士的命名权 他们都可以为一架的九巴巴士命名 而这架巴士 就会将他们命名的内容 信息 和名字 名牌 就会放在巴士车厢里面 看看将来我们会不会有幸坐到 江文慧或者张家朗命名的巴士 还有他们都会有终身免费任答这个港铁的优惠 那我见到 和牛角都送了一张十万元的 这个免签账任食牛角的卡给他 送的会席给他 然后呢 还爆了别人 别人过去一年吃了九万多元 那就说 九万 不是过去一年吃九万 过去两年吃了九万 不是一年 他吃那么多东西 过去两年吃了九万 他们运动员 一被人点兵去比赛的时候 哪里都不用去 这些饮饭吃吃 全部受到很大的规限 我觉得牛角这么好呢 就是给他多十万元去吃呢 张家朗去吃 OK 不是 我觉得呢 他给是好的 但是呢 爆别人吃多少钱呢 好像不太好 就是 你给这个钱人 你就不要爆别人吃尽 或者没用过 你又不要爆别人出来 我觉得 是不是 不是啊 那他给得出 别人又肯去吃 那就对了 是的 他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又觉得 不应该爆别人吃了多少钱 这样 哈哈哈哈 我又觉得不是的 这些是很小事的 是的 继续讲 讲一下 还有小事的讲 就是体育 就是钟仔 钟仔 有很多人 立刻就去问他 你不用睡觉啊 你这么厉害啊 那他都说呢 当年 他以前那个年代 就很多直播的 那一年呢 就有很多这些直播show 世界杯 奥运 亚运 亚运 和球迷世界 那他说呢 但是现在呢 就是香港人 除了现在 这一排 这么狂热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人去看体育 那所以呢 其实就剪了很多的体育的资源 那变了呢 你说Live的节目呢 就剩下真的四年一次的奥运 那样 那他说以前呢 真的爆了show 大约呢 一年爆成300个show 那样 那所以就说大家 那些新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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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事过做这些Live 他又不懂得收拾 那我昨天 看钟仔 说这个体操 他都说错了人名 那不过有人帮他立刻更正了 那所以这些都是道行 嗯 不过我经常都说一样东西 每个人做每样东西 都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作为旁观的 某程度上都应该是 给多些机会后辈 我自己倾向是这样 但有些人不是的 人家做错了一点 我就觉得做人不是这样 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 那些年轻的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 或者是试到一些新东西 或者是一些大场面的时候 我们自己作为过来人 就更加要懂得要放手 给他们机会试 就不是一样骂骂骂 骂骂骂到死为止 我自己倾向多些鼓励 多些支持 就是如果他做得不好 你就教好他 不是每次 就是口珠不伐 那样没有意思 是的 香港的政治 除了奥运之外 也都有刚刚结束的动漫节 那动漫节里面 竟然看到阿借雪芯 芯姐 她还要承试验身 原来她不是只有一次 她去年已经是Cosplay原神 Cosplay原神的达达利亚的造型 而今年她Cosplay什么呢 原来她Cosplay两个角色 就是Spy Family的男主角 爸爸 乐伊德 和妈妈弱儿 那有些网友就说 哇好赞啊 甚至这个年纪 还会这么玩得 这么年轻啊 心态 还说她身材很好 因为她Cosplay 妈妈的时候 都有一些低胸的衣服 嗯 我会这样看 在娱乐圈里面 这么多个艺人 阿借雪芯 就最玩得了 一个她 一个阿欣欣姐 在这些年轻人的氛围里面 她是够胆出来 跟那些年轻人一起玩 但如果在另一个位置 就是觉得 喂你这么大年纪 还跟那些小孩疯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但我自己觉得阿芯姐 她给人的感觉 尤其是年轻人 对阿芯姐 这个Cosplay 这个造型 很受乐 所以我自己会这样看 如果我们一些 一些艺人 如果想和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亲近一点 动漫节一起玩Cosplay 这件事 是真是可以令到 下一代那些年轻人 就是对你会有一些新的印象 是的 如果你想吸一些年轻的奶粉 你要想想Cosplay些什么 小文 不要只是戴个长发 就当Cosplay了 我不是Cosplay的OK 我做model 你现在是走 你再吵我今晚 你再吵我今晚 就找这些厉害的事给大家看 嚇死你们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有些什么 我等一下先问人 问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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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阿嬌 阿嬌呢 近年经常被人说 她和那个王虎姓华 王虎姓华 是的 有些死闻 看到最近说他们的姿势好像泄密关系 因为阿嬌经常姿势一些照片 好像家居照那样 窗外的景色就是北京的 看到有个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 看到那个景色和王府的景色是一样的 我看到两张相对比的角度是一样的 除非他们是上下层的邻居 同一个单位的坐向 否则也很难解释 不是一起住 还有阿嬌家居的照片 后面经常有些潮物 那些潮人很多色价 王府也是整个屋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被人说他们在北京是同居 他们是不是同居呢 我不知道 不过在较早前 阿嬌透过他的公司 都说了他和王府姓华只是普通朋友 因为他已经有这样的声明 普通朋友都可以这么巧拍照的角度 可能他度假又真的去了那里 那这些说不是 不过有些网友就很眼尼 就是觉得有没有这么巧拍照 那别人说是这样 你就听是这样 唯有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觉得 没有必要这样窮追猛打的 尤其是在一些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大家要记住一样东西 人和人的关系 可以一加一是等于三四五五六都可以的 或者一加一五一定是一个数字 可能是一些 就是很多大家没想过的东西 或者有想过没想过也好 这些都是别人的事 你现在是不是说三P、六P 一加一等于三 喂喂喂喂 喂喂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千万不要胡乱猜想 因为我都猜到你这个小伙子 又在引导人去想这些坏东西 我自己会这样看 在这些关系上 其实最近我都怕了他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最近成中有对夫妻 有一些问题 骂离婚 其实这几天都陆续见到很多新闻出界 但是我真心觉得 在有些事情上高 如果大家决定了要分开 那就灑脱一点 就是不要再这样互潑污水 因为这些东西一流出界 永远都是收不回 这个其二就是 两边搞这么多东西 都是为了一个小孩 如果你真是为了一个小孩 我自己觉得 真的应该 大家都要冷静下来 但是我看到现在的事情 很明显就是火势蔓延开去 就是自己的家事 自己关门去处理他 比他更好 现在变成一个派到一地花生 为什麽 就是每次我见到这些情况 我都觉得是很投行 可能你永远想不到下一步 喂 现在就骂离婚 可能下一秒我们好回了 有机会 所以我对于这些事情 我都是觉得 大家都是要冷静点处理 是 那你刚才说得对 一加一未必等于二 那时候 就是有三个人出现 不是3P 就是说龙婷 那当有三个人出现的时候 那这件事就有可能要放入冰箱了 那就是说龙婷以此 现在就被人放入冰箱了 因为他原本就有很多工作 包括就是未来的 星光泳泳要补梁 那我都看电视 看到有些广告 看到有很多星光泳 那但是呢 真的不见有宣传有龙婷出现 那但是翻查回 以前 就是几个月前的那些海报 那龙婷是在里面的 那但是现在 那个广告也不见 那我看到有很多星光泳 我自己都觉得很棒 这个是有陈慧嫣 那陈慧嫣 那很多亦都超过十个的明星 那但是呢 那龙婷呢 就 现在不在这个广告里面 那也都有记者 就去问这个 一个声音哑哑叫保良的监制的何小慧 何小慧就诚实龙婷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是持演还是被非出这个节目呢 何小慧就说我只是接到TVB通知 就说龙婷就不在香港 嗯嗯嗯嗯 刚巧那段时间不在香港 照到你一早就已经知道这个job了 一早已经停止了 那突然间不在香港 那可能他真的有重要事了 不过就是向来在娱乐圈也是的了 就是这些关系上都是敏感的 那我也明白很多龙婷的fans 都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一些事情 但是即是未来的时间 即是根据往例发生过这些事之后 那个艺术家都会起码就平静两三年 才有机会可能给他一个空间 我再说一次了 都知道龙婷的fans是很疼龙婷 但是在现阶段真心真心就 就算你们觉得多冤屈都好 不要再将一些真的不是证据的东西到处 到处养了 你越养得多 那你只能搞到这件事就越难搞 就是是时候大家都静下来 就等那个事情沉淀下来 那有些事情就随着时间是会过去的 那下一单就讲一下何鸿燊的世子 何有军 原来他那间公司就在上个礼拜 电竞 是的 在美国NASDAQ上市 挂牌上市 那就成为第一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电竞企业 而且尤军成为亚洲最年轻的NASDAQ的上市公司创办人 不过大家不用羡慕得那么多 因为我们都没有金锁匙 所以我们都比较难可以做到这个上市公司的主席 而上市公司上市就会有个敲钟仪式 那当日尤军和他太太梦瑶一起出席 两个人敲钟还咀咀很甜蜜 而在交易所外的大屏幕就放了很多张他们家里的照片 当中包括贾姐和姓盈 就抱着一个小妹妹 妹妹就搭着尤军的肩膀 举起了一个牌就写着Super Mario 就是那个 Mario 尤军的英文名 Mario原来就是尤军的英文名 Super Mario就搭配了 又打机 又有尤军的名字 嗯嗯嗯嗯嗯 不是 尤军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有些人都说 喂 你是否靠家 何尤军就 他没有说是不是靠家 但是他就说 如果我爹地在这里 他知道我能够 在这个 纳斯达克上名 他都会很高兴 因为我爹地自己都没有 没有试过在这里上市 那我自己都会觉得 就是作为富二代 他真的牙策得起 因为你会见到很多富二代 他们可能就是靠住家 那样子过小 不用做 但是你会见到 尤军呢 他是 又去尝试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电竞这件事 其实之前都没人看好 但是你会见到 他一步一步走出来 还上市 那所以是 是真的聪明的 这件事 不是拆鞋 只是觉得 如果以一个富二代来说 他绝对交代到 就是 怎么说呢 起码他会抬起头 告诉别人 这间公司我自己搞的 就是当然家里帮助是有的 但是 你看回我们香港 那么多富二代 有哪个像尤军那样 自己做到那么多 这件事都抵赚 那如果赌王 就是还在生 他都会为这个儿子的成就 就是觉得自豪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 有没有特别东西想说 没有特别东西想说 没有特别东西想说 多谢各位支持 记住like like like我们 因为 我很需要大家给like OK 今天来到这里 有没有放感到好 感恩 感恩你们的收看 好了 今天来到这里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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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emos 好 瓜 不 我们 感谢观看